天空一声巨响,小二闪亮登场 哈喽大家好,爱你们的小二又来了 不知道大家听说了没 最新游乐圈大大小小的争端可谓是轰轰烈烈 前脚乌鲁CPU粉维粉刚吵架完 昨天又发生了一件令小二无语的事 具体原因无法深究 情疚是呢,有营销号发力则名为赵鲁斯23岁时期的热搜 话题广场被热巴粉丝占领 双方从刚开始吵得不可开交 到后来,热巴粉丝完全占据上风 整个广场都充斥着抨击赵鲁斯的言论 赵鲁斯原本也是在网红出道的 后来因为网剧传闻中的陈千金而火了起来 这部剧投资少平台和资本传的盆满钵满满 后来资源逐渐好起来 今年播出的新汉灿烂月升仓海在暑假爆红 使他的知名度又上了一个台阶 进入了95化的一线位置 昨天赵鲁斯23岁成绩的标题火了 赵鲁斯至今为止的成绩都排在了一起 还有什么成本的网剧一夜反扑S 95化获得首个高级角色 五级都过亿 第一部明星剧1.3 21岁获得文荣奖最佳女主角奖 腾讯获得新第一等 还有其他粉丝 本以为这个榜单出来大家会赞成 没想到广场上却充满了各种质疑的声音 至于为什么拼盘剧胡同的收视率1.3 也能作为成绩出来 文荣奖表示从来没听说过 时事广场已经很拥挤了 迪勒巴的粉丝是怎么和他们家吵架的 双方都表示对方先闹起来的 而且直到现在双方粉丝依旧在吵架 已经吵了整整三天了 小二已经无语了 双方的粉丝各自都说对方偶像的不足 赵鲁斯家说 热巴的那个精英女神不是真的名字 热巴家说赵鲁斯以前因为失手称赞而出名 现在在广场上可以说是被赵鲁斯粉 迪勒巴粉死压得死死的 对于这种文化小二是费解的 我觉得极端的饭圈文化就是邪教 请不要忽视饭圈对社会的影响 我以前不追星 但在今年我认识了一位正能量的年轻男明星 她的经历确实给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我面对生活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其实就是吴磊 看过小二视频都知道 小二无类铁匪一枚 也因此小二涉足了饭圈这个群体 以前我会以为饭圈就是娱乐圈 就是娱乐 随心聊一聊喜欢的明星说说自己的看法 但事实上饭圈是一个极具组织性和等级性的群体 饭圈里会有组织活动的大粉 这些大粉有专门负责反黑的 负责组织超话的 负责应援的 控评的 能成为一个具有领导性的大粉 也是需要能力的 但是大粉一旦出现决策失误 就会酿成大错 比如曾经的二二七事件 请就是肖战的CP粉 在L3网站创作了一部同人小说 肃战的肖战形象引起粉丝的反对 肖战粉丝声称 小说里的人物有损肖战本人形象 于是在这些粉丝的组织下 对同人文作者进行人身攻击 对同人文网站进行举报 流量明星的粉丝千千万 这样小型的同人文化圈根本不堪一击 最终L3网站在大批粉丝的举报后遭遇关闭 写同人文的作者付诸心血的作品被下架 肖战粉丝的人身攻击 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L3很有名的同人作品网站 各个国家的同人爱好者都会在此交流作品 此网站还获得过余果奖 饭圈人跨圈执法 不仅仅是这件事情 哔哩哔哩网站是视频创作的地方 Loftar也是同人文创作的地方 我自己又在这两个平台看视频看文 我深有体会饭圈文化的侵入 使这些平台的创作者们 小心翼翼又胆战行精 我曾经以粉丝的角度 客观地说过一句关于偶像的建议 于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那些粉丝会说 你是某某某的粉丝吗 请你托粉好吗 粉级也不是你想领就领的好吗 偶像代言的产品 他们争先恐后去购买 买了会炫耀自己为偶像的付出 他们以为偶像付出为荣 并以此作为攀比的资本 在饭圈我明白了 他们的偶像不容一点点的质疑 博士夸赞偶像的话是不允许说的 即使是客观正确的真理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 但是在饭圈里 IDOL是完美无缺 不会犯错的 黑的都能给说成白的 那一刻我觉得 饭圈像一个可怕的洗脑组织 而这些被洗脑的 大多是低龄化不理智的学生粉 这是一个流量化的时代 你看一个流量明星的粉丝几千万 娱乐圈几个顶流偶像的粉丝 加起来就近三四亿 这是中国人口的几分之几了 而这一部分人大多数都是 心智还未成熟的青少年 容易被蛊惑 被组织被洗脑 这个群体真的不要被忽视 饭圈文化真的需要引起深思 在娱乐圈里 CP粉和微粉吵架 也算得上是传统了 逼得官方都下场 浩浩荡荡的清浪行动 说明了一切 如今无垒的CP粉和无垒的微粉 似乎也陷入了这个怪圈 小二昨天逛微博的时候 看到无路可逃CP粉的一段话 小二觉得很有道理 第一 不必过分纠结 也不要因为某些人的一句话就怀疑 相信你的第一直觉 不用去给既定结论找佐证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推翻你的结论 又陷入纠结 简而言之就是 宝格丽神徒是8月24那天震撼你的 记得这份内刻的感动 与真心就足够 第二 所有饭圈东边说有理 西边要争一嘴的事情少参与 时刻记住 以乌类赵卢斯的利益为上 会伤害到他俩的事情不要做 谨慎做事总没有错 第三 摆正位置 时刻记住一碗水端平 平等的爱这两个人是最基本的要求 第四 仅代表我自己 随着时间的变化 想法也会改变 以后会做事业粉 以大局为重 如果大家做不到的话 也请不要做一些冲动 不过脑的事情 给CP粉这个名号抹黑 比如辱骂合作演员幼稚地发表一些 接受不了会吃醋之类的言论 第五 不要对维粉的恨大于对正主的爱 上头时为了嘲笑维粉 压根不顾对正主的影响 回头想这个时候 在你心里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解决事情 而是享受其脸威风的快感和私人泄愤 没有要教育任何人 只是坚定内心方向确保不会走歪 可能是细水长流的途径之一 小二就觉得这段话很有道理 我就不喜欢把它们都塑成恋爱脑的人设 也不会把任何是任何举动 任何社交媒体的动态 都看得和CP有关 但是这几天真的很好喝 自从同城飞机落地 先是发了游泳图 隔两天又分别发日常照 分享生活 前几天微博评论被CP粉其脸刚上热搜 这件事在大众看来是不太愉快的 如果为了避嫌 或者让风波暂时平静一下 不会这么快再更新微博的 但是就是想分享生活 冬日雨夜 空气里都是湿漉漉的 黏黏糊糊的 我却愿意出门散步 与此对我来说不再是烦忧 而是氛围和感触 更何况还有照片里 温柔浅泉的眼神 从此自然的微笑 光这份不顾忌 不害怕的勇敢和赤诚 就够好客了 作为粉丝 我不确定和他一起出门的是谁 但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就足够 小二会继续基于无限支持的 平等的爱之两个人是最基本的要求 对待外部的公鸡 要护两个一起护 要不下场两个一起不下场 路人缘好 国民度高是我们在认识吴磊前 他自己积累的 不代表可以以这个为理由 对他面临的公鸡放任自留 我一直倡导 不要过度关注维粉 但如果大家忍不住 也请平等的搬运两家的言论 发这条视频是因为觉得 不发好像不行了 如今CP粉与维粉的争吵 愈演愈烈 大家似乎都忘记了追星的初衷了 真的让小二很难过 如果这条视频底下有人要戴帽子 那我也看看 你是什么牛鬼蛇神